大家好,歡迎回到Live Journaling 我是Edis 今天很想跟大家一起公布一個消息 這個消息就是我又再搞工作坊了 上一次的工作坊主要是用這些label printer 以及用一些紙膠帶 這次的工作坊是成品書店找我合作的 我們會跟吳祝這個品牌合作 然後舉辦一個水彩的手帳工作坊 吳祝的14色水彩盒是一個很適合新手使用的水彩盒 為什麼我要舉辦手帳工作坊呢? 其實我開辦這個頻道和開始寫手帳 都是很想推動更加多人去加入寫手帳的行列 因為我自己其實是一個情感很豐富的人 可能每天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會牽動到我的情緒 但自從我開始寫手帳的習慣之後 我就發現其實手帳是可以幫助到我去清晰我的思路 記錄我的生活 以及不會浪費每天的時間 所以我也很想介紹這件事給更多人認識 如果你都想透過水彩裝飾手帳的話 你就可以參加這個workshop 怎樣參加這個工作坊呢?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 只要你在成品書店購買不足的產品 包括水彩、顏彩或其他的bruch pen 這些東西 逢是不足的品牌 只要你買夠100元以上 你就可以保留那張單 然後上網報名參加這個工作坊 在成品書店這個手帳展裡面 由9月到1月 都會有我自己畫的手帳 放在這裡做show case 如果你想看看的話 都可以去看我的作品 到時見啦! 再 starch一點 特別要不要賣 成品 都可以點讚 真不少 髒髒 Goodnight 髒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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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髒髒